我们大概看到我们大陆 从中央到民众都会有一个 要保持高度的战略耐心跟战略定地 第二个要发扬我们的斗争精神 斗争本领 第三个要坚决回击 强力反制 我们新华是授权公告 我们国防部宣布在台湾周边 6月7月进行军事行动 我想这个行动是非常是打击台独 这个威慑震慑强敌 这个是非常振奋人心的 在6月7月实际上是在台湾的周边 我觉得是形成了一个战略风俗 立体包围 我们在这个地方进行海空的 这个实弹封锁演习 这个对台湾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一个阻塞了美国的所谓的第一岛链 我们也控制了台湾西南部的叫巴士海峡 这个都是针对台独分裂势力 针对外部势力干涉 针对美台勾连所采取的 一个主权国家的正当的行为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